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 礼拜五早上10点20分 TW股市目前小跌7点 昨天晚上欧洲跟美国是下跌 可是美国比较抗跌 美国昨天只跌了三十几点 欧洲跌比较多一些 主要受到希腊那协商的态势 意愿是反反复复啊 所以让大家对于整个希腊问题的解决诚意不够 所以昨天欧洲跌的比较多 当然大家更在意的一点是 昨天礼拜四的时候 大陆股市重挫 尾盘击刹跌了6.5% 今天大陆股市一开盘之后 曾经一度又跌了大概4.5% 目前是已经快不到平盘了 可是今天一开盘之后 曾经又一度跌了4.5% 两天下回挡了快11% 可是你这一波段上来 60%来做计算的话 其实你都还小case都还没什么 可是台北股市就是这样 当投资人没信心的时候 又会被美国影响 又会被欧洲影响 也会被大陆股市影响 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没信心的结果 所以往往没有办法自主 随时都会被受干扰 那大陆股市昨天尾盘的急差 加上今天早盘的沙盘 让整个市场处于光黄气氛 所以量马上会缩得下来 虽然开高马上会压回量缩得下来 光黄气氛又转变得比较浓厚 那这个行情慢慢的 慢慢的会动 会上去了 为什么说慢慢会上去 你看台北股市 延续这三个月 三四五这三个月 都只是在原地踏步而已 可是在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 撇他这两天不谈 已经涨翻天了 光是这三个月 大陆股市 上升A股已经涨了六十几 甚至于A股 更不用讲 甚至于A股 光是这三个月 涨跨一倍 涨跨一倍 很可观 而台北股市只有台北地踏步而已 甚至于香港股市 日本也是创新高 日本也创新高了 香港股市这一波 三个月时间也涨了二十 所以台北股市还是比较弱 而且严重落后很多 刚才说 这三个月来 从四月十六号开始 到昨天为止 外资买上去又买下来 总共买了一千五百多亿 完全没有测这个打算 但最近买的动作是有稍微比较保守点 可是外资并没有要测这个打算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随时有公的机会 那很重要的一个时机点 就是下礼拜 下个礼拜六月二号到六月五号 台北国际电脑展 台北国际电脑展 那这个是年度的盛会 因为以国际的一个电脑展来看的话 全球三大电脑展 第一个就是六月份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第二个大概在九月份 德国汉洛威 第三个是年底的美国拉斯维加斯 这三大展出所有最新的科技 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 全部都会在电脑展上面绣出来 所以有空去看看 去看看电脑展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些东西它会打折也可以捞点便宜 那重点是你要去掌握未来的一个发展跟脈动 你就能够掌握全世界 那电脑展跟股市有什么关联性 绝对有 我研究时间周期二十年 固定的时候有固定行情 这个礼拜六我特别在礼拜六早上台南 礼拜六早上在桃园早上九点 下午在台北两点 桃园的场地是桃园救活团 桃园市成功路二段七号 台北的场地是在中国生产力 台北市成德路二段八十一号B1 一讲主题台北电脑展跟股市的关联性 这个超准喔 每逢遇到电脑展台北股市都会有固定的行情 而且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你来听你讲我把 连续十年来六月电脑展的行情秀给你看 看过之后你就知道行情会怎么样走 所以等一下可以打电话信来报名 明天礼拜六台北厂跟桃园厂的讲座 务必要来听 因为听完之后 当你知道行情会怎么样走之后 你才能够赚到钱嘛 否则你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也怕美国怎么样 也怕欧洲怎么样 也怕大陆怎么样 那你这样怕来怕去 什么你都不敢做啦 对不对 电脑展是年度的盛会 这个台北股市有一定的 影响力 这个特别注意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重点在旋鼓啦 你看这段期间一来 这段期间一来 没有错很多股票都大涨 有一些股票 你看最近大涨的股票 都有个特色 你看最近大涨的股票 像今天又一堆 今天又一堆一堆一堆 你看其实大涨的股票都有个特色 都是跌升的业绩类 你看 有没有 跌升 从八十跌到剩三十几 跌升的 有没有 华金科也是跌升的 乙肾也是跌升的 几乎大多数都是跌升的股票 这是小型抽马股 这也是跌升的 党党都是跌升的股票 致肌这也是抽马股 致肌是做补习班的 没什么生意啊 没什么生意啊 一年赚三毛钱 股价炒成章 这是市场主力炒的 重点不是你能够碰的 这也是跌升的 几乎最近大涨股票 都是跌升业绩类 像这个 新财 新财也没什么业绩 这也是没什么业绩 第一季0.02 这个业绩都很烂 所以最近的行情 很多股票大涨 这个是封盘的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 涨停百毛也是大跌的 都是跌升反弹的股票 都是跌升反弹的股票 这个量一百多张而已 所以不要乱买 最近外资在操作的重点上面 外资在操作的重点上面 几支重要股票 鸿海 鸿海 外资 昨天买超又是第一名 今天又创新高 昨天买了一万七千多张 大概花了十七亿 这个随时会充 十八点九六 零十九块钱差四 搞自己也穷 另外 三四八一 群创外资昨天买超第二名 尤达 尤达 昨天外资买超第三名 你看群创已经过新高了 尤达还没有 群创已经过新高了 群创已经过新高了 尤达还没有 尤达后面 后会一波补涨行情 我想机会很大 鸿海群创尤达会涨到哪里 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二三五四的红嘴 这最上全都补掉 可是这一波涨会已经大了之后 这个不要追高 等它压回整理完之后 可以买的时候 我再带你做 那红嘴会涨到哪里 我一定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三七零六的神达 也是一路场 这个外资最近也是每天在加码 昨天又加码三千多张 这个都跟怎么样 这个都跟电脑展有关系的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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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既然六月二号电脑展是年度的盛事 那么悬谷上交年谷一定会跟这个有关系 而不是乱版 记得 等一下 大家进来报名 礼拜六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的讲座 桃园场地在桃园救活团 台北的场地在中国生产力北市成德路 二段八十一号地下一楼 我把电脑展的行情跟大家做完整的说明 听完之后你就敢买 接下来你才有办法开启赚钱的机会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